她曾是最臣之女举家流放 18岁嫁给了仇人的儿子 然后陪着丈夫扳倒了仇人的政权 从侧妃转正 一步步地登上了皇太后职位 这不是小说电视剧 这是卡塔尔皇太后谢赫莫扎的真实人生 在女性地位普遍较低的中东 莫扎却成为了国民偶像 她不仅操盘着卡塔尔王室 3350亿美金的资产 还推动国家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变革 同时她时尚貌美 堪比好莱坞明星 优雅不输英国女王 堪称是360度无死角的人生赢家 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尔甄嬛 中东武则天皇太后 谢赫莫扎的爽门人生 要说这莫扎的家族跟卡塔尔王室 曾经可是不共戴天的 莫扎五岁那年 她父亲反对卡塔尔王室 把天然气石油归为己有 被手腕强硬的哈利法送进了监狱 莫扎一家也不得不流亡国外 动荡的环境反而造就了这只沙漠玫瑰 让她有了过人的胆识 十多年后莫扎回国 考进了卡塔尔大学修读社会学 有一天仇人的儿子太子哈马德 来访问莫扎的学校 在学生提问环节 莫扎接连的抛出了尖锐的问题 这成功的引起了哈马德的注意 哈马德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思想开放 不仅顺利的化解了这些问题 还对莫扎的智慧与美貌是一见倾心 就对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老国王哈利法 那肯定坚决反对这门情事 但耐不住哈马德王储迷恋莫扎 威胁老国王 我就算是太子不做了 也要娶莫扎 就这样 18岁的莫扎孤身一人嫁入王室 为了羞辱莫扎 老国王不让莫扎的亲人出席婚礼 还警告他 最好能够认清自己的位置 卡塔尔实行一夫多妻制 当时哈马德已经有了一名正妻 大婚当天 老国王还要求哈马德的正妻 代替莫扎的母亲护送他 这个妻子就趁机嘲讽他 粗陋的沙利 培养不出闪光的珍珠 你应该到监狱里陪你可怜的父亲去 听听这剧情 一般人怕是要委屈哭的 但是才18岁的莫扎 却从容不迫的回应 荒原上的蛇臼 如何懂得欣赏珍珠 我会向你证明 王宫是最适合我带的地方 莫扎做到了 当然不是通过宫斗 而是通过搞事业 卡塔尔的珍珠采集行业很发达 但是大珍珠卖得好 橙色不好的珍珠 是没人要都浪费了 莫扎就把这些边缴料 拿去加工成化妆品和生活用品 市场反馈很好 1979年 莫扎逃到了一颗天然黑珍珠 英国拍卖行的估价是70万英镑 老国王哈利法 喜欢收藏一些奇珍异宝 多次暗示莫扎送给自己 要是换成一般人 可能就想 卖个人情 让自己在皇室好过一些 给他就是了 但是莫扎偏不 他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说啥呀 我不懂 强硬的哈利法 美好气的打手一挥 扔出了100万英镑 买了回去 而莫扎微微一笑 转头就把这笔钱 投到了自己的事业上 这是用敌人的钱 铺自己上位的路 太绝了 1985年 老国王要求儿子 再次挣着联姻 第三个老婆 马上就得安排上 哈马德知道 没法拒绝这个要求 但是提了一个条件 再取 行 但是条件 是让莫扎掌管后宫的财务大权 于是借老公 娶小老婆的机会 莫扎升职 王储家庭事务的主席 第二年 莫扎就成立了 王室的第一个私人投资集团 自己当总裁 商业才华是展露无遗 地位也随之提高了 卡塔尔妇女地位低下 连车都不能开 但是莫扎是王室 唯一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女眷 这两口子你看 一个搞投资 一个大权在握 在朝堂上就有很多的追随者 但是一场更大的暴风雨 就这样在卡塔尔王室酝酿着 1995年 老国王哈利法正在瑞士访问 忽然就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通知他好下台 还说我要让您在有生之年 看到一个新的卡塔尔 哈马德上台之后 莫扎的父亲很快就得到了释放 在宫廷18年 莫扎终于是看见了轻爹得救了 而仇人却过上了自己曾经的生活 老国王哈利法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在外流浪了整整9年才回国 其实哈马德和老爹的证件补通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渴望改革 才发动了这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 上台之后 哈马德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改革 这其中莫扎也出了不少力 莫扎曾经提出 石油和天然气是总有一天会采完的 我们现在就应该以石油换美元 以美元去换投资和增值 他就开始在全世界买买买 现在卡塔尔投资局是 德意志银行 瑞幸银行 伦敦证券交易所 瑞士嘉能可的第一大股东 在全世界的资本版图 大到没有边界 而且他还花几亿买艺术品 一开始的时候哈马德都傻眼了 生怕他会乱花钱 但是莫扎却自信地表示 要是买错了 我自己掏钱 他请来了被誉明这样的 世界一流的建筑大师 在卡塔尔兴建博物馆 这个沙漠上的小国家 是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艺术圣地 信了很多的游客前来打卡 2010年的时候 热爱时尚的莫扎 想买下奢侈品牌华伦天奴 这华伦天奴一开始是抗拒的 但是两年后 他们的创意总监到卡塔尔旅游 发现沿海有漂亮的人工岛 那居然是莫扎为难民 创作就业的庇护所 于是就同意被收购 其实对难民的保护 只是莫扎众多成绩里的一小个 他还主持成立了 卡塔尔教育和科学发展基金 让国民可以在家门口念顶级的名校 还推动提高妇女的地位 让卡塔尔的女人也可以开车 也可以参政 莫扎最让女人们羡慕的 还是他的美貌和家庭 他就像行走的时尚画册 跟法国第一夫人走在一起 美貌也毫不逊色 跟英国女王站在一块 优雅也势均力敌 另外 丈夫哈马德多年来 一直对他宠爱有加 莫扎的鞋子掉了 他作为异国之主 甚至亲自弯腰提鞋 2013年 哈马德退位 莫扎的二儿子 贾西姆继任 莫扎也升至成皇太后 这坊间也有猜测 他还在垂帘听证吧 她是卡塔尔最有权势的女人 这回世界悲伤 他身上仍然穿着 2010年卡塔尔拿到举办权的时候 他穿过的那条 Prada高定连衣裙 12年都过去了 美貌没有丝毫的改变 看看这台上鼓掌的样子 仿佛在说 这盛世如我所愿 关注小瑶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